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夏天 我们分手吧 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分手 也不接受我们的分手 现在我打算接受它了 你不是也一直在恨我们 让我们一起放下吧 这个盒子里是你给我留下来的东西 现在 我把它一遍都还给你 我 然后 我能再抱你一次吗 最后一次 我会把你放下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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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幸福 好 第三题 这道题呢又要收到我们徐总了 咱们这个团建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徐总亲自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同人们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这个环境的周围 有一种特别的树木呢 这个树 树 它代表了相思和相爱 相思树 红豆 那爱是什么 还有什么树啊 叉叉 叉叉 不是圣诞树了 夏天 你在找什么呀 这都走了两个多小时了 我昨天查好了 就在这儿的 说有一颗三百多年的连里枝 连里枝啊 怎么就没有了呢 要不我们改天再找吧 说不定别的地方还有呢 我以后一定帮你找到 真的假的 真的 连里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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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祝我幸福 希望我过得好 为什么我就不能希望你过得好点呢 我过得挺好的 你知道你经常去找我这样会让我 期待 你知道我一天往窗外看多少次吗 未来的未来 我知道我会保护你 你会在我的生命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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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明明都已经分手了 时隔五年之后还要再分手第二次 你呢 听到她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回来还是会哭 你到底怎么了 你是不是又对她动心了 是 不动心了 怎么可能不动心呢 她是许子豪啊 又不是别人 许子豪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不知道吗 我们在最单纯的时候 在一起 在一起过了五年 一起成长 至今为止她还是那个最了解我 见过我最糟糕一面的那个人 她有时候甚至比你和冬浩还要了解我 我怎么可能不动心呢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明知道不该等我还是等我 明知道很多话我不该说我还是说了 可出此意外我还做过什么呢 我跟她睡了吗 我还是跟她私奔了呢 不管怎样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并且我从来没有逃避过 而且我也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 我才很尽力地守好我自己的被子 可我不去的事 我的心是肉做的 我只是动心了 我之前不是跟你讲 我要跟你说陆希的事情吗 其实我也是从福利院长大的 我们两个从小就生活在一起 其实 当时我妈要领养的人是陆希 那年她六岁 我十二岁 她那个时候根本不懂得 被领养的意义是什么 就说一直想要跟我这个哥哥待在一起 我当时答应了她 我说 好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后来我们出去骑自行车的时候 她就把手臂给摔伤了 她住了很长时间的院 伤口也留了疤 后来就被我妈放弃领养了 是我顶贴着她被领养的资格 我走的时候 我走的时候 我连招呼我都不想跟她打 老板 我回来了 那事儿 那事儿 你是不是也知道了 知道什么呀 关心和夏天求婚了 我 我先去忙了 嗯 其实用这样的方式来 画上句号也挺好的 项目结束了 项目结束了 然后夏天也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嗯 虽然很不愿意承认 但 关心好像确实比我 更适合她 嗯 我现在就是希望 夏天以后能够 能够 过得开心 过得幸福 就好了 对不起 好 就到这儿吧